玩具的演变也经过了很多时间的考验 上个世纪儿童玩的可能是洋娃娃 积木等 但如今的儿童跟72年最喜欢的 是来自于动漫中的所谓这些英雄人物 难怪如今你看到玩具店里所摆设的 都是这些动漫人物 像包括了钢铁人 美国队长 变形金刚等等 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最新人物叫做柳城队长 的确就是你我喝的柳城之那个名字 英文他叫做Captain Citrus 他未来可能还是复仇者联盟的最新成员 其实柳城队长的诞生 其实是一项商业跟动漫的合作方式 其实他主要是帮助美国的柳城农夫 来推销他们的柳城汁 为什么呢 因为柳城汁在美国的消费市场 正在迅速的萎缩当中 很多人开始改喝其他的饮料 当做他们早餐的食物 原因很多 包括很多人觉得柳城汁太甜了 因此如今这些农夫开始要请来 Mr.柳城队长来帮助他们推销 如今柳城队长已经领军出战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任务能不能够达成 全神散发橘黄色光芒 头顶上还长出浓密的绿草 他是最新的英雄人物柳城队长 来自弗里达的他有个神圣的使命 抢救柳城汁 我们在建造神经人物柳城 一排又一排整齐的柑橘树 多到看不清楚界限在哪里 这里是佛罗里达中部的奥兰多 能榨出美国八成的柳城汁 生产全球近30%的柳城 在奥兰多多的是祖宗三代 都是甘菊農 在40年之后 我们也感激烈了我们自己 在树兰的柳城汁 然而十年前的一场虫害 佛罗的柳城开始变绿色 有些甚至来不及长大 导致产量骤减 价格上扬 没想到雪上加霜的还在后头 柳城危机进一步只有这一桩 美国人早上都会喝的柳城汁 意外被发现糖分过高 很多父母都会感激烈 知道多少糖分加到柳橘汁 150毫升的柳橘汁 居然含有42公克的糖分 难以想象 居然比这瓶汽水含糖量多几克 你也必须要注意 选择这种的柳橘汁 你也必须要得到柳橘汁 你必须要得到柳橘汁 最致名的一集 是美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 咖啡逐渐取代柳橘汁的地位 十年时间柳橘汁的销量 骤减快四成 时事造英雄于是出现柳橘队长 你不准备 这里我们来 你立刻看到他健康 你看到他必须要得到 他必须要得到健康 但热门电影结盟 复仇者联盟这部热卖的 英雄式电影 最终各个超级英雄 形象强烈 不只美国人熟悉 全世界的影迷 也无数加征 2011年开始设计 直到今年才推出柳橘队长 为的是抢搭复仇者联盟续集 上映前的热潮 算准时机 利用荧幕的英雄式角色促销 趁势加深民众对佛州柳橘的印象 和旧版圆圆胖胖 无短身材的柳橙队长不同 新版的柳橙队长名叫约翰波克 全身肌肉的形男造型 形象健康 生活在佛州柑橘园的约翰 总是在危急时刻突然变身柳橙队长 手持金光棒靠着吸收太阳的能量 抵抗入侵的坏人 但柳橙队长把击垮敌人的功劳 全给了餐桌上的柳橙汁 佛州柑橘园这一举动的背后 再再都说明了 传统的卡通式人物 早已不如热门电影 创造出新一代的偶像 所制造出来的行销公式 但英雄是人物受欢迎 如果换作是名 极富争议的人物呢 牵着金钱毒品的 美国当前热门影集 全命毒师 片中主角是名高中化学老师 怀特 因为癌症末期为了替家人赚更多的钱 于是和学生联手制造毒品 老师便独销如此话题性的负面人物 没想到传统的玩具店居然开卖 他的公仔 拿着黑色左轮手枪 带着衣包蓝色毒品 这样的公仔和巴斯光年 闪电麦昆一起卖 立刻引发美国妈妈 强烈反弹 虽说最后下架处理 却意外引起另一波口水战 我并不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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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野怀特的影星 布莱恩反强 抵制公仔事件 令人生气 看似单一的事件 凸显了荧幕上当同的角色 能抢救知己可为的产业 同时也能引起草毒争议 或许他们不在指示 序中的人为